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昨天林鄭在立法會中宣布了她的五大立法工作 其中一樣是要引入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對於林鄭的提議表示歡迎 而她本人又作出了一個頗破天荒的建議 她竟然說希望醫管局放寬有關語言的要求 她認為醫生只能夠粗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以便吸引更多人手 她這個建議是認真荒謬的 不過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張宇人這個建議 根本上就是為了那些在大陸醫學院培訓出來的醫生 來明羅開道製造聲勢 如果你說一個醫生 她只是懂得中文 你說是哪一個國家培訓出來的 段古都不是那些英聯邦國家 不是英國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肯定是大陸的 所以張宇人要求醫管局放寬有關語言要求 其實就是用了一種委員的手法 來幫大陸醫生爭取在香港執業 實際上作為一個醫生 如果她連英文都不懂 好心就不要在香港執業 大家試想一下 在醫院裏面 那些醫生打的文件 護士所看的文件 全部都是用英文來寫的 如果一個醫生不懂英文 他只是懂中文 他怎樣來執業 又不懂看文件 又不懂寫文件 難道在醫院拿著一本字典 逐個字去查 不是那麼好笑 所以張宇人提出這些建議 根本上是很荒謬的 一個醫生不懂英文 在香港執業 是天方夜譚 除非那個是中醫 如果你說西醫 他怎能不懂英文 你開藥怎樣開 整個系統全部都是英文 要不就索性把全港醫院 他們所使用的系統 全部都轉成中文 是不是這樣就為之好 是不是這樣就為之對香港有最大的利益 顯然就不是 所以你說 只能夠操中文就可以執業 這是荒謬 張宇人又說到 早在96年的時候 當時的香港 都容許在英國執業的醫生來香港執業 而不需要額外的考試 但是去到97年之後 有意見就認為 中國醫生會醫死人 所以海外的醫生就需要另外考一個執業試 張宇人還說 現時香港每1000人只有1.9名的醫生 需要多3400個醫生才能追上新加坡的比例 再加上 現在香港兩家醫學院 就是港大和中大 他質疑每年的畢業生子只有幾百人 就很難追上新加坡的比例 追不到就不要強行追 何必壓苗助長 引入一些不合資格的醫生來香港執業 到最後就是害了基層市民 一定是基層受害的 張宇人不會受害的 你引入這些醫生 非本地培訓的 只是懂中文的醫生 你會看他嗎 你張宇人有事你都不看 你都去私家醫院 難道你會去公家醫院輪候嗎 我真的不太相信 你這麼有錢這麼搭水 所以到最後受影響的 只會是基層病人 那些有錢的病人不會有事 他就一末去看私家 他還可以選醫生 所以有部分在做決策的人 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 比如說教育局長楊潤雄 在香港推行什麼教育改革 待會又搞國安教育 原來他的兒子在澳洲讀書 根本上他搞任何事情都影響不到他的兒子 正如你現在張宇人提出這些建議 你引入這些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你是不是會去看 你不會的時候 根本上就是對你沒有影響 問題就是影響了很多基層的病人 如果硬性規定有份做決策的人 他自己都需要承擔這個後果 我相信 討論的方向就會很不同 你這群人如果有份做決策 去投票那群立法會議員 你說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 如果硬性規定你支持這件事的時候 你將來有病也要看這群醫生 我相信他們的把關就會很嚴謹 就不會像現在提出這些大膽的建議 然後張宇人還說 考試就不代表所有事情 英國 澳洲 新加坡等地 都沒有要求輸入醫生的考試 他又質疑是不是海外醫生不懂考試 就代表他們沒有水準呢 當然不是 一個醫生的醫術是否高明 跟他懂不懂考試 絕對是兩回事 不過如果一個醫生 他接受考試的時候都肥佬 尤其是考試有幾個部分 有些連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試都肥佬 到底你懂不懂跟其他醫生溝通 其他醫生寫了一些文件 關於病人的問題 你懂不懂得看 你不懂看你怎麼醫治人 所以如果考試是肥佬的話 我就覺得是有問題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市民所擔心的不僅是醫術是否高明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就是大家擔心的是醫德的問題 大家擔心的是醫德 什麼是醫德 大家看報紙也見過很多 在大陸做手術有些割割包皮的 竟然之間要求病人封個紅包 才可以繼續手術 是有發生過這些荒謬的事情 而且不是一單半單 不是個別例子 所以市民看見這些情況 他們有所擔心是很正常的 而且市民也擔心一件事就是 到底會不會香港的醫院遲早變成大陸 去到急症的時候 有錢就醫你沒有錢就叫你扯 這些事是市民擔心是不是正常 這些事是發生過的 不是沒有發生過的 你自己想一下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但是市民也擔心 當你在醫生這個範疇打開了缺口 要引入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來香港免試執業的時候 那會不會其他專業人士都會受到影響呢 遲些會不會引入一些非本地培訓的教師 非本地培訓的律師 非本地培訓的社工諸如此類 你在醫生這裡做到 其他都做到的了 當然我看到有些網民留言說 其實九七之前英聯邦的醫生都可以在香港執業 諸如此類 又說那時候的要求沒有那麼嚴格 是九七之後才要考這個事 其實他跟張宇仁說的那個 argument是一樣的 我完全理解這些人在想什麼 因為我五六年前都是這樣想 就是為什麼你們會在九七之後加強了這麼多的要求呢 是不是為了保障自己業界的利益而增設下去呢 我五六年前都是這樣想 但現在再說這件事已經是毫無意義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來到現在這個時候 香港醫生的利益和香港病人的利益已經是一致 成為了一個利益共同體 在這個時候去損害本地醫生的利益 就等同於損害本地病人的利益 這件事的左膠應該去想清楚 不是經常拿回 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沒有意義的了 等同於現在再說什麼醫藥分家都沒有意義的了 我幾年前都是附和那些人在說的 但我想想都發現 其實是不對勁的 你叫醫生寫一張藥方給你 然後就去藥房執藥 第一 如果一個人病了的時候 病得溫溫彈彈 他真的病的 不是去拿醫生紙去看醫生的 喂 那他還哪有這麼多精神氣力 去藥房執藥才行 尤其是有些偏遠一點的地區 錦田 夏村 有些醫生在 你說搞醫藥分家 是不是每次都要病人出元朗執藥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些醫藥分家是好看不好吃的 貌似就是 推行了以後 病人去看私家醫生就會便宜一點 因為可以自己買藥 其實不是也是一條數 那個診證費醫生加上去 是一樣的 不如隨便 你好我好就算數 所以現在我都不聽這些左膠腦點 等同於說現在還有人質疑 說當初你去醫委會 搞這些考試 就是保障自己的利益 那你也要接受 這個世界是沒有完美的 問題就是在一個沒有完美的世界當中 你也希望盡量減少一些瑕疵 沒有理由開放那些非本地培訓醫生來香港執業 這件事是說不通的 接下來我們又找回一篇2019年的報道出來跟大家說一下 當年醫委會公佈了一項數據 挺驚人的 原來在2013至2019年 有很多大陸醫生就走來香港投考執業 第一部分就叫做專業知識考試 就有1115人應考 但是大陸醫生的合格率只有15.6% 大幅落後於英美澳加醫生的 41%至61% 只有一成半的人 是合格的 大陸醫生 專業知識 第二部分就考這個 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試 大陸醫生的合格率就是8成2 還有一成8的人 英語都肥佬 第三部分就叫做臨床考試 有441名的大陸醫生應考 合格率只有29% 英美澳加醫生就37%至58% 很多方面都是落後於那些 英美澳加醫生 不用說 如果你免試的時候 就浪費了 大家都會知道 那個水平一定會拖低了 所以怎麼會提出一些建議 開放這些非本地培訓醫生來執業 還要免試 現在你也可以執業 你考試就可以了 那你沒理由去移船就陷 去改變的制度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